HELO 各位好,歡迎到Andy的遊戲頻道 今天跟各位帶來的是新遊戲 這款叫做Frost Punk 冰霜龐克,然後這個是這個 就是一個我的戰爭的那間開發商所開發的一個新遊戲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來進行一款新的開始 新家 那因為我也沒有玩過 所以這次我剛買來 然後馬上就想說來開拍看過程 那我也就是跟各位一樣是一開始直接摸的 那排除如果玩的熟的話也是可以慢慢推出教學之類的這個內容 那看起來它這個就是其實就是在冰天雪地啦 你要想辦法讓你的人民活下去然後建設你的城市這樣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到底實際上要怎麼玩 那其實它的動畫質量我覺得蠻好的 如果你們有在關注它這個遊戲的一些trailer的話 應該可以發現 那這個沒有字幕啊 我有找過 好像開不起來了 那它被我們進行進行回到 慢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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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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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賣了價錢 一百多次 終於 時間到了 去建造最終的城市 途中車隊遭到暴風雨的襲擊 然後就走散了 我們其中一些人成功到達能量塔的附近 所在地啊 然後發現他被動的結結實實一套廢棄 這裡沒有半個人嗎 我們之中有誰在暴風雪存活下來嗎 外面還有其他人嗎 不管我們做什麼都要有最壞的打算 就是我們所知的世界已經毀壞了 這是一個序 一個序 OK那現在進到遊戲我看到就是中間有一個 呃 抗擊炎坦我們得讓能量塔動起來 沒有他的 供暖功能 我們沒有他就會動死 儲備庫裡面有一些煤炭可以啟動能量塔 所以我們應該 先點中間能量塔然後讓他可以啟動 煤炭不足 我們看一下教學控制 WASD可以移動然後上下左右 沒什麼問題 還有其他教學嗎 反正目前只有這個 這還蠻正常的一個教學 他說我儲藏庫裡面有這個煤炭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嗎 可是我沒有煤炭阿 我現在只有木材跟石材而已 然後 收集站 附近工作人從附近煤堆收集 煤炭在什麼地方 這是煤炭阿 對這是煤炭 所以我們應該要先來採一些煤炭 我採的 但是 不相領欸 這樣是要怎麼採 是不是可以建道路阿 唉唷 有道路可以建 那我們 這樣 先畫一條道路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其實很細緻喔 你實際 影片可能 這個解析度會沒有那麼好啦 不過實際上你在玩的時候這個解析度是還蠻不錯的 他畫面非常好 收集站 我們可能要等那個街道建好 我應該是需要給一些人民房子住吧 我們蓋兩個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人民會跑出來 去建設他的住宅 而且他每一個人民都有名字 他有他的父母 然後 他有他的配偶 他有一些關係 他小孩是 叫什麼名字 他有他一個基本的外觀 有他現在的職業 還有他一些狀態 所以其實蠻細緻的 右下角這邊看起來是我們現在總共的人數吧 我們有15個 兒童 所以這是不能工作的人力 所以這是不能工作的人力 有15個控審的工程師 有50個控審的工人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經濟狀態 還都 沒一堆 沒有人在採啊 因為沒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好像也沒生這些相關 的那個建設 OK 那我們等他把這個街道蓋好了 感覺是蓋好了嗎 我們來蓋 看一下這個 沒有木頭耶 是不是蓋太多了 我還是可以直接請他來這邊挖耶 OK 那我們直接派人過去 那我不確定這樣他們會不會動死 廢鋼材 木材 我們就要派一點人去採木材 我們這樣每小時可以生產6點 所以還可以 然後看起來他的工作是可以 有一個安排的 食場什麼 溫度微能 木箱 木箱 從木箱採集木頭 直接徒步出來採集 這件應該 有點冷 那因為我們的這個能量塔 現在沒有辦法運作 有可能會 應該不能撐太久 如果撐太久拆這些人民應該會受不太了 我們稍微加速一下好了 有點 這採集 真的都有做出來真的不錯 OK 那我們 喔我猜 收集 收集的那個 收集站只是 增加你那個回收的速度而已 好 我們看一下教學 資源塔 資源管理 煤炭是能量塔 木材和鋼材都是建設研究的必要資源 你可以控制 遊戲 建造 跟我們一開始 跟我們現在理解 理解 跟我們現在理解差不多了 那 既然 已經開始採一些木材了 我們就可以先 我們 我猜現在資源還比較靠近 我可以先搭一些帳篷 讓人民去 去休息 我們直接把木材全部划完 你們自己蓋自己要的 睡覺的地方 我們內圈就是做這個人民居住的房子 感覺蠻合理的 這是什麼 我們 無瓦遮頭 應該是 我會提供 庇護所 兩天 兩天為60個人提供庇護所 試試看 應該可以吧 1 2 3 4 5 6 我們再蓋一個就可以 然後我們分配的這個 呦 是不是有煤礦 沒有 趕快去挖點煤礦回來 要不能死 稍微加速一下 這什麼 罰點 有時候我們必須犧牲其他事情 帶一下專注一手的工作 會死 我可以強迫任何一個工作功能 再為死來24小時內持續工作 好像 暫時應該不需要吧 這一批煤礦工人回來 我應該就有辦法 讓發電廠發電才對 欸 罰點是從哪裡開的 我來看一下 罰點 喔這裡 調整 找到對抗飢餓病痛 無聊和人類環境的方法 那也可以看到這裡 好像有幾個不同的走向 這看起來是 決鬥場看起來就是降低不滿 用的 然後這個看起來是 類似像食物方面的吧 然後上面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應急班次 可以讓工人不斷的工作 同工 那好像看起來 簽署這些都是會有一個正面效果 跟負面效果 暫時先 不要管這個 現在還不太熟 看一下喔 每日獲得 奇怪了 剛剛去挖煤炭工人應該還要回來吧 我沒有挖到煤炭嗎 沒有欸 沒有欸 該死 看一下喔 這裡好了 這樣 要拍點功能去挖 煤礦 不然真的會 真的會忍死 不行我覺得好像 這樣 暫時會需要他們24小時工作 這樣有點慢 持續工作2小時瘋了吧 但命運致死 工作工作致死放休 沒有辦法喔 不好意思啊 我看 罰點啟動之後好像就會有進入一個冷卻時間 所以它是不能一直開的 兩個成人死亡一個二同死亡 哇傻 這是什麼 我現在沒辦法簽署墓園法令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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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他們是不是只能 先把 先把 實體先放在那邊欸 我已經簽署了那個 我已經簽署了那個 法令了但是 沒有人出來工作 加速 加速 你們再 你們再不出來挖點煤礦我們可能就真的要挖 嗯 為什麼沒有人出來啊 有了有了 開始上工了 終於 我們直接 晝夜交替 城市會在六點左右蘇醒 除非存在建設工作 否則人能在八點開始工作班次會擁有一些空閒的時間 所以他們起床之後還有兩個小時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如果有稱署特徑條約的話他們會有延長十個小時的工作值 OK 為了生存下去所以還是煩請各位多挖點煤炭 好 煤炭在這裡 有了有了 欸他不用回來就可以一直加煤炭欸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 開起來了吧 有了 蒸氣等級1 非常好 這看到熱能整個希望就燃起來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解決這個無家可貴的問題 打帳篷 應該死了幾個都好像也不需要那個 蓋那麼多 救護站 OK 我們承諾諾言了 所以人民的希望就會上升 然後我們現在在蓋一些這個 救護站 幫助這個生病的居民治療 工程師 工程師可以當作醫療救護站的人員用 那也還蠻不錯的 稍微降低速度好了 我覺得因為你HANDLE不太快 這個為什麼會在閃紅 然後蒸氣等級2是要研究的 我們看一下發電還有什麼 可以了 根治療法救護站會有大概30%病為 病人將會截肢 哇靠 有點屌 我覺得還是不要亂簽 那這些之後我們再來看看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可以用什麼東西來升級吧 這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工作站研究技術了吧 我們來蓋一下 然後鐵礦也有點缺 所以我們應該來 採集一點鐵礦 鐵礦 鐵礦 這裡 分個5個人過去吧 然後 木頭暫時 可以不用 這邊撿個5個人 那我們蓋出這個工作站應該就可以 研究一些東西 看一下可以研究什麼 喔 所以 看起來這遊戲還是有科技線可以去玩 它有分工暖 探索工業 資源 還有食物醫療及住所 那 我看一下喔 允許我們派偵察員在 允許我們派偵察員在 嗯 殼建造採煤機 我們現在有多少木頭 71 需要鋼採我覺得 好可能會蠻缺的 我們先研究一下鋼 這個鋼廠 建築物內部 溫度取決於 能量塔電力設置 勞動力 一開始無法顧問合同 例如火房僅僱僱工人和工程師 多個工作站可以加速這個研究的速度 然後 研究是有前置的 所以我們需要先研發前面的才能研發後面的 蠻合理的 好 我們現在稍微玩一下好了 好這一集 我們再玩一個日夜 然後我們就差不多 這一集就可以 先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稍微演示一下 就是稍微玩一下而已 讓各位 初步了解這個遊戲在幹什麼 雖然我其實也不瞭解 目前 因為我也是跟各位一樣是第一次 在玩這個遊戲 那我之後 有玩的話會盡量都錄起來 看有什麼發展 我覺得這局應該最後會死掉 應該沒什麼問題 感覺就不太妙 晚上的煤炭也燒很蠻快的 我不知道這樣撐得到早上嗎 應該是可以 早上6點 然後部隊起床 是不是可以到外面探索 不過我們現在第一個目標 好像是在左下角這個 我們必須採集更多的煤炭 所以 我們木箱 暫時應該不需要這麼多功能 煤炭要多一點 然後又有一些 支援短缺的問題 支援短缺希望可以延長工時 暫時不用吧 我們先這樣子 試試看 他其實不用走到 就是不用把支援搬回來 他好像就開始會增加這些 數值 這是什麼 煤堆 木材是不是太多人在採啊 我覺得好像不需要這麼多人 我覺得鋼材也是還蠻缺的 所以 也有問題了 家庭四分五裂 一個女人在我們建的公司來說 他想加入我們派遣的 第一隊 第一支偵察隊 我現在有偵察隊嗎 看起來沒有啊 食物與飢餓感 我覺得越來越 越來越嚴峻 現在需要火防 食物 然後火防 先蓋個食物提供東西吧 然後 好像需要蓋一些 打獵的地方 先把道路延伸出來好了 先把道路延伸出來好了 這什麼地道 沒一層 嗯 他說沒完這些獵人都會外出打獵 我們直接蓋在這裡好了 感覺建設的有點糟糕就是 不過 先 稍微熟悉一下 我們之後才會玩 稍微畫個道路 稍微畫個道路 加速 好吧 我決定還是簽岩石法案 岩石 岩石斑刺 市民需要實體處理 鋼廠建造完成 鋼廠建造完成 然後我們需要來個 我覺得 欸 嗯 先來打獵好了 這比較省那個開發資源 現在是沒有工人可以建造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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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樣踩到200的碳 這木箱好像快採光了 有了有在蓋了 火房 你們快點煮東西吃吧 有20個人感到飢餓 三個人煮東西 火房 火房可以用2生食材 生產4食物配集 OK 那 我們也需要有打獵 然後 救護戰 兩個人吧 然後幾個人來打獵 打獵到工人 不是工程師 OK 你們在產食物啊 呃 早上6點到晚上8點 產食物 或者是早上8點到 下午6點產食物 我們6點就開始生產好了 好 做早餐 好 7 7個人 飢餓 該死 為埋葬屍體 我覺得 現在有點慘了 有點慘 好 加速一下 喔有了 這邊有在生產食物配集 那 應該他們就會開始用餐 開始變冷了 你看他已經降到40度了 -40度 感覺如果沒有延伸這個 試鎮的話 外面 感覺會動死 我覺得這場應該爆掉了 現在玩得有點糟 啊 好了 那 我覺得應該沒辦法玩到晚 然後這一集 其實就差不多是這樣的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這款遊戲其實表現上 還是非常不錯 然後他現在在Steam上面 目前打9折 所以一款只要賣你390幾塊吧 非常便宜 那以這種遊戲質料來講 我覺得是非常划算的 那我會再研究一下這個玩法 那這一集就大概跟各位稍微 帶一下這種 一起來 第一小時的印象 這種感覺吧 可能不到一小時 那看起來現在是有建設 類似像模擬城市這種感覺 然後你有人民需要管理 然後 有法典可以頒布 然後再加上你有 科技可以去研究 然後你要適當的去分配你的工人 還有一些科學家 工人跟工程師 還有一些兒童的問題 還有 你可以看到有蠻多要關注的東西 所以這難度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OK 那今天這一集 就在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那如果你對這遊戲有興趣的 你可以去Steam商店看看 是否 合你的胃口 OK 那今天這裡就告一個段落 那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記得追蹤我的頻道 之後會再跟各位帶來更多這個 Frost Punk的遊戲 影片喔 那就感謝各位收看 掰掰